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君嫂是军人妻子的统一称谓 他们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支撑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用平凡的生活轻轻拖起军人的铁肩 君嫂因奉献而美丽 我们因感动而寻找 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寻找最美君嫂从今天起正式拉开帷幕 每周一集向观众全面展示君嫂平凡而不平庸的工作生活 品毒他们酸甜苦辣的人生体验 今天我们的设置组来到了山东彭莱 准备前往大青岛 那里常年驻守着一支海防部队 而我们主人公江小丽的丈夫王平 就是一名首岛兵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大青岛 渤海最深处的一个岛屿 距离彭莱市52.84公里 途经长山岛和陀基岛 岛路总命迹6.44平方公里 辖4个行政村 总人口4580人 为了保障拍摄的顺利进行 济南军区某海防团 专门派政治处张新干事前来接应我们 你到这个岛上多长时间了 我到岛有六年多了 那一年 两三次吧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叫你们赶上了 这个天气 我们等于赶上好时候 赶好前了 餐后一天都没有团 前几天都是风很大 风大还有雨 都今天冲团了 冬天有风都半个月都不出现了 半个月 你到里面出来 到外面进去 这岛边外面好可怕 他们很辛苦 因为在电房这个小岛上 张干事告诉我们 首岛官兵如今找对象都比较困难 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处偏远 另一方面是海岛厄力的自然环境 而最终能嫁给首岛兵的 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们这次要寻找的君嫂江小丽 就是其中之一 正在弹钢琴的老师 就是江小丽 这次用意园由海航团创建 共有三名老师 全都是君嫂 二十个学生 大多是君人责任 江小丽三十一岁 山东青岛人 幼时转业 大专学历 被济南军区某要塞区 表彰为好君嫂 十家好君嫂 江小丽的丈夫王平 三十四岁 山东举南人 济南军区某海防团 政治处副主任 2003年由地方大学特招入伍 两次容力三等功 被山东省军区表彰为 基层预防犯罪 先进个人 江小丽是这个幼儿园 刚上任的园长 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 工作 却是事无缺席 教室里摆放了很多小水壶 其中一个大水壶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个水壶这么大呀 有个海里水平不保温 你可以给它加点热水 进去 因为太凉了 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实际上没有烧水的 没有 为了让孩子们喝上热水 江小丽每天从自己家里 带来这样一个保温壶 有时为了添加热水 还要往返好几趟 下午我们和幼儿园的孩子们 一起来到团里 参加学军活动 这个活动由江小丽 已经先策划 已经坚持了两年 我们想要就代表了 解放军叔叔 对不对 对 让他们感受一下 这里的气氛 让你看这些军人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下 没够坚服锻炼 然后我们想让他们 感觉到 还有自己的爸爸在这 真是不容易 天气氛 OK 招否 你 他们 找这art 你 知道了吗 gł会 我 赶紫 再见 放学后我们一路跟随姜小丽回家 从幼儿园到她家差不多有一公里的距离 姜小丽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忙家务 她要让丈夫每天都能看到一个整洁温馨的家 由于孩子太小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 姜小丽担心待在身边既耽误幼儿园的工作 同时又不能很好地照顾丈夫 因此去年冬天她忍痛割爱 把自己年幼的女儿送到了青岛的娘家 姑娘 妈妈 哦 贝尔 你在干什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贝尔不哭等长大了妈妈去接你好不好 接你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好不好 好了 那跟妈妈再见吧 贝尔 贝尔不哭等长大了 贝尔不哭等长大了 不要 不要不要 不再见 爸爸 爸爸 在这儿来吗 不要 不要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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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姑娘最喜欢这个毛毛虫 爱未来每天每天好像睡觉的时候 然后这样抱着 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姑娘一样 这个小时不许她最喜欢 尽管在同一座海岛 江小丽与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 晚上十点多钟 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 她的丈夫加班还没有回来 按照海邦团的规定 官邦们每天早晨6点20分出操 我们又一次来到江小丽的家 此时她正在厨房里准备夫妻二人的早餐 今天白天到夜间 河海 河海海家 明天脱云 小两口居住的房间不算很大 并且不足60平方米 除了墙上色彩鲜艳的儿童画 几乎没有其他的装饰 如此一来 桌子上摆的照片就显得格外醒目 这个是第二次拍的 我们第一次拍的是内景 然后当时拍完内景 准备拍外景的时候 然后部队来电话了 他们有任务 然后接着就走了 走了 然后过了一年以后 然后他又回来拍的外景 也就是说我们婚纱照拍了两次 然后中间又隔了一年才拍的第二次 海岛之恋 因为我们两个是在岛上认识的 岛上结缘 对 当时是我姐夫二连当司务长 然后他们两个是一个连队的 然后当时是排长 但是我去我几家玩的时候 认识了他 那时候对印象 感觉他很阳光 还有清晰活力 还长得很美丽 很漂亮 因为我找的又不是太帅 在不敢往那方面想 用我们这个 这样说一句话就是 来海岛想着牵着肉 当时是不敢想 在姐姐和姐夫的撮合下 江小丽与王平 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异地恋情 直到2007年 王平父亲的一只肝癌病危通知 才使得这场马拉松式的恋爱关系 发生了质的转变 就是我12岁的时候 我就去世 生命去世了 我家里有个父亲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说 过往上初中 上高中 到高中大学 全是他一个人 所以我父亲 就有身后的感情 我一看到他爸那个样的时候 哎呦 他的心 他哭了 然后我也特别特别的 纠细地着望 然后就觉得你看 12岁没有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又到这个时候 自己的父亲 然后又这个样 觉得特别的心疼 当时的江小丽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主动向王平求婚 我们那边的风俗习惯 就是你不领证的话 你去一个就是没有结婚的 那个公婆那边去 就是邻居们会笑话好像是 就是那样 所以我就依然就 因为我决定要嫁给他了 由于领取结婚证的时候 父亲病重 他们无法举办婚礼 一家人只是简单地照着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也成为了王平与父亲 唯一的纪念 一周后 王平返回部队 将小丽则留下来照顾病重的老人 这一待 就是好几个月 他在家里是老小 家长惯养 从来没做过画 没洗过衣服 然后父亲最后 出了欢迎状态 就是这个可以说 这个大小变试剂 主动跟换洗衣服 尤其可以洗尿布 他们家那边条件也不太好 它是八月份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一天下来就感觉 能洗个澡就好了 但是那边条件有限 也没有地方洗澡 就是我说这个女人 将是我一生当中最可贵的女人 一辈子也有感觉 不给你男人洗的在里面 2008年 江小丽料理完公公的后事后 又做出了一个 影响她一生的决定 辞去自己小学老师的工作 从青岛赴鹏来海岛 陪伴照顾王平 江小丽原打算来到岛上之后 把婚礼补上 假如就在她上岛的前一天 王平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前往另外一座海岛 直行任务 我看咱这个家里头挺简单的 唯一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墙上的 这一个十字秀 一个夹字 这个夹字是江小丽一针一线 秀出来的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背后 却包含着无数的酸甜苦辣 我觉得这个小船就好像我当时我坐的那个小船一样 我那般每个礼拜只要有船的话就去看它 但是也经常就是因为风大天气的原因 没有船 本来盼了一个礼拜 就想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老公了 但是一到周六的时候说哎呦今天停航风大没有船 然后就觉得心里很失落很失落 在当地有这样一句顺口溜 风吹石头跑 松枝拉二胡 说的就是海岛上风过于猛烈 风声特别刺耳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江小丽的家人曾两次追求他们补饭婚礼 都因为王萍工作繁忙而未能实现 2009年8月 王萍终于完成任务 回到大青岛 那一年在团宁岛的督办下 他们推迟了四次的婚礼 才得以举行 婚后江小丽怀着甜蜜的心情 就写了这幅十字秀 临时漂泊的船 家世温暖的岸 特别符合你当时的一种心情写照 她回来以后觉得 什么事情都觉得特别有地 有个依靠 对有依靠 其实在我们看来 虽然两人的生活距离近来 但是由于王萍工作繁忙 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很晚 平日里根本没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妻子 桌子上的这张照片 就是江小丽与丈夫结婚以来 唯一的一次旅游纪念照 早餐时间是夫妻二人一天当中难得的相聚时刻 短暂的交流很快就被七点二十分的终点打断 他们又各自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小桥鼓起是小山 左手打开是小花 好 把球给放 我们感冒的时候 然后老师给我们发药量体温 还能给我们做饭 中午趁着孩子们午休的间隙 江小丽要去市场转一转 为家里采购些食品 这边在这都买不到还是 这条街呢就是这个岛上 最繁华的一条一条商业街了 是吧 我们看到就是店铺不多 这是唯一的菜市场 唯一的菜市场 买菜啊 买菜 我们这来的还挺甜的 还挺新鲜 从蓬莱运过来的 从蓬莱运过来的 咱们这个岛上不种蔬菜吗 没有 老板生就是吃海了 没有蔬菜 有时候放大吧 用不着来 好几天里就穿了 所以每次一来穿的时候 我们都买好多 存着 存着 吃两三天的嘛 这里呢 就是这个岛上 最大的一个超市了 我们看也就是100平方米 基本上就是这个 副食品和一些 简单的生活用品 一些小家电啊 小电器啊 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江小丽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海岛上的人们也早已熟悉了她的身影 在孩子们的眼中 她是一位温柔的妈妈 在官兵们眼中 她是一位美丽的嫂子 在家长眼中 她则是孩子们最称之的老师 兼保姆 嫂子在来我们岛上之前 在地方小学教书的时候 每个月工资有2000多块钱 但是来到我们岛上 我们幼儿园里面 工资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每个月只有800多块钱 说不好 你要宅 我宅就做不到 那大城市多好 哎呀 好正 这就是君嫂江小丽 在海岛上的全部生活 比起繁华的城市 比起同龄的女伴 她拥有的 只是眼睛的平淡 与寂寞 想念孩子的时候 她喜欢望着大海发呆 有传经过时 她就会在内心深处 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 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在一起 能有个完整的一天 早晨起来 起床以后 一起去买菜呀 逛街呀 然后周五一起吃饭 到晚上的时候 能够一起看电视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快点 א� 我会被揭清协 在马海与子里的食物上 浩特 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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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的女人一样 小丽渴望着家庭团圆 渴望得到丈夫完整的爱 带着这份渴望 她接手在海岛 把工作和生活经营的有滋有味 她说她从来没有后悔成为一名军嫂 为了这个特殊的称谓 她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每逢酷暑关冰宴时 何种美味 重新勾起战友们的食欲 周末时光美食之旅 让我们一同寻找春意识班里的自创菜方 同年代下期为您播出